Vito大明星 Vito大明星来了 今天在午餐时间 有Vito大明星 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午餐时间 马上快来欢迎我们的大明星 嗨 大家好 我是大明星 我是屁呀 吴贝呀 嗨 哇好开心哦 因为我觉得夏天很需要你的声音 太好了 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就是听起来 不会让大家更燥热的感觉 有一种干爽的感觉 没错也不是干爽就是 凉爽好了或者是有一点点 真的就像冰啤酒的感觉 哇太棒了 真的然后要先恭喜屁呀 因为接下来准备可能要发起 新专辑的对不对 不过因为我们也只能从FB follow 你先跟大家正式打个招呼好了 好忘了 嗨 大家好我是屁呀 吴贝呀 我在今年6月19号 终于要发行我的新专辑 耶 太开心了 为了这一刻 努力了很久 对啊 酝酿了好久 对啊 而且 大家如果说有在FB follow你的话 就是因为之前是释出单曲嘛 对 然后完整的专辑 都一直还没有跟大家说 什么时候会发 嗯 没错 所以最近都在忙着新专辑 对吗 对啊 其实 因为我也知道现在的人很少买专辑 尤其是实体 对 所以我们这次的做法 就是希望让喜欢 真的想要收藏实体专辑的人 来现场 是 看 然后他就可以直接把专辑带回家 哦 对 所以我们在就是日期 就是发行日期的掌握上 其实就是想了很久 就花了很多功夫这样子 是 所以现在是已经底定吗 就是你刚刚说的6月19 6月19是台中或是第一场奥斗 嗯 嗯 然后高雄是6月25 对 在In Our Time 对 然后是专辑手卖会的 就是南部的手卖会 然后那天除了会有表演之外 嗯 还会有别的 bonus给大家吗 就是会有签名拍照 周边 周边是不是 偶像一般的待遇 他真的是大明星 因为他连周边都准备好了 哈哈哈 所以这个大家6月25 把时间空下来 在In Our Time 对 好 然后那天还会有 比较特别的是 听着有金装版的CD 没错 金装版CD 因为实体就是大家没有人要买了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开始讲没有人要买 我很想哭 很想收藏的这样 OK 所以会跟可能 比平常的CD再豪华一点的感觉 对 厉害的 OK 好 那因为我就是在网路上看啊 因为你都有说你非常满意这次新作人 我就觉得因为他都会说他的作品 就真的很好听啊 然后实在太好听了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你知道自己的孩子 这样子诞生 然后一个妈妈一直夸 然后就很想要问他到底有多好听 就算觉得好不好意思喔 你也会不好意思喔 你也会不好意思喔 哈哈哈 所以觉得 因为其实整个酝酿过程非常疯疯于遇 是 对 从自己制作 然后找到团队 就是一起做这件事情 然后一直到现在也拍了MV 然后也准备了周边商品 对 这是一条很艰难的理 真的 对 就是有非常多人的帮助 然后让这些东西都很棒 真的 而且你看今天 因为Pia今天是自己来上节目嘛 然后因为出道的这些 你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 就是更迭 所以我相信你的心情 一定也需要一些调试 不过在音乐这条路上 就像你刚刚自己讲的 真的有很多人的帮忙 对不对 像那个 因为我最近刚好看到你在脸书上面 就征求没有人会做歌词版的MV 是不是没错 哈哈哈 然后我那天看到的时候 哈哈哈 对啊 到底知道 太心酸了 对 可是我觉得你很棒的是 你都用一个 或许就跟你自己的专辑 讲的一样 一个乐观跟有点幽默的态度 就是在处理这些这样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Pia 这个名字是 包括粉丝们 是大家是一起完成这个东西的 对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 我必须要 适当地要求大家的帮助 嗯 自己也对这个作品很有骄傲 这样子 我也有出一份力哦 对对对 那种感觉很好 没错 所以像这个今天来到这边 因为它今天有在吉他嘛 然后 因为刚刚我不是说 它的声音很像夏天里用的冰啤酒吗 然后因为新冠冰啤酒 就有一首歌叫做 一杯冰啤酒 可是因为我不知道 你接下来要唱哪首歌给大家 你要唱这首吗 好啊不然我们先唱 好啊那我们就听清唱版的好不好 我们把时间给Pia 好紧张哦 不要紧张 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回高雄了 大概两三个月 然后上一次回来的时候 还是没有那么热 对 这次回来就超级热 所以想要唱一杯冰啤酒送给大家 耶 太阳好大 我不想上班 每天都是用至今的流汗 让我暂时逃避这样的生活 我需要一杯冰啤酒 来到一个很伟称的咖啡厅 想听音乐 想认识新的朋友 可是我的手上烧了一杯冰啤酒 一杯冰啤酒 再来一杯冰啤酒 哇哈哈哈哈 再来一杯冰啤酒 哇哈哈哈哈 再一杯也不嫌多 这个夏天 我决定就这样最深深的度过 哇哈哈哈哈 再来一杯冰啤酒 哇哈哈哈哈 再一杯也不嫌多 这个夏天 我决定就这样最深深的度过 像这个决定的话 一杯ars onder under bum 一杯冰啤酒 一杯冰啤酒 呜唷 -看我這時候應該要有點尖叫聲 我覺得我自己搖滾區的位置真的太棒了 我的媽 而且我剛剛就說 我覺得這首歌很可愛 然後我就問她說 你會唱演歌的部分嗎 然後她就說韓喜那句很難是不是 然後我剛剛現場看 我覺得你很厲害耶 -真的嗎? 真的 我真的一直流汗耶 -所以要喝嗎? 要來一杯嗎? 哇 好好聽喔 謝謝 我覺得那個現場聽跟我們聽CD又不大一樣 感覺又不一樣 對 因為我有先搶先聽到的CD的部分嘛 所以我就覺得 哇 所以那個本來就 有一段喝醉的感覺 對 而且其實現在的壓力又太大了 有 你剛剛忽然換演歌的時候 我覺得你壓力也蠻大的 就是有一個片段 生活中有一個片刻是需要讓自己很脫離現實的 真的喔 好喜歡喔 我告訴大家 今天你聽總林 你還有機會再去聽到Live好不好 沒錯 對 然後剛剛我們講說那個 最近我們頻道裡面一直在播了一首歌 我有看到很多人也有去裡面留言說 TFM都有在播這首歌 因為你特別跟四個好朋友一起對不對 對 沒錯 來介紹一下這首歌 好 這首歌叫做生活需要多一點樂觀 那我這次找了四個很會唱的女歌手 真的 一起合作 第一個是謝偉玲 對 然後劉軒貞 是 陳以秀跟蔡孟貞 是 對 然後這四個都是 在不同的機會遇到的好朋友 對 因為我覺得 就是你跟這些 我覺得其實 會變成好朋友我也不意外 但是 就是會想說 喔 一起合作一首歌 我覺得也是 很妙欸 對啊 而且 通常很少人會就是 同時有這麼多的合作 對 可能就是一對一啊 一對二這樣子 很少一對四的 對 而且大家可以上去看MV 因為MV已經釋出了嘛 對對對 然後就是也有一些還蠻自然的畫面 我覺得很可愛 可是你們五個聚在一起不會很吵嗎 嗯 可能大家都就是太文青你知道 哈哈 就是都悶在心裡面 偶爾拉一下對方頭髮 對 而且那個 跟好朋友一起合作的歌 跟你自己唱的那種歌的那個感覺會不大一樣 我覺得差蠻多的 這麼說 因為大家的那個 對歌曲的邏輯跟思維不太一樣 嗯 所以當我們在製作這首歌的時候 我會要求他們說 欸這邊你給我一些什麼 對 那我會去聽他想要給 聽眾什麼東西 因為你是製作人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你就可以要求他們對不對 對 我就說自己找飯吃啊 哈哈哈 這個會吵架嗎 會 會有一些什麼 就是不同的意見 都怎麼處理 嗯 聽聽之後我決定 哈哈哈 我來製作人最大 出錢的人決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棒的觀念 因為有的時候 當大家都有意見的時候 其實整個人找到那個 對 對 都覺得OK的那個地方 很油脂的 但是其實 我覺得是一個良性的競爭 算競爭嘛 良性合作 就是 當我跟大家說 欸自己找飯吃的時候 他們自己知道要發揮自己的東西 嗯 對 所以那個點其實是很有趣的 對 而且我覺得 光是看V 就應該會覺得還蠻好玩的 就是這個過程 對啊對啊 對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聽一下這首歌 生活需要多一點樂觀 等一下進段廣告之後呢 廣告回來 繼續來 多多 跟我們的HITO大名戲聊聊天 聽起來叫我 好可憐 如果他不愛你 又會他不愛你 就是他的問題 自己穿幾個字 生活需要多一點樂觀 這樣過日子才不會太困難 像不透的 就讓他轉個彎 不怕熟的人才最勇敢 生活雖然是個大麻煩 但有計劃也有變化才好玩 人生就是一場漫長的挑戰 人生就是一場漫長的挑戰 真的人生就是一場漫長的挑戰 人生就是一場漫長的挑戰 啊 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 啊 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 来了 来了 什么东西来了 TIDO大明星来了 广告回来之后呢 继续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的TIDO大明星 耶 大家好 我是PIA 舞贝亚 好的 我们刚刚聊了一些 然后我相信大家从那个访问当中 也可以感受到PIA的人非常的 我觉得就是有跳跃的灵魂的感觉 嗯 对 是一个轻快的人 对 我觉得这样非常的好 因为也不是说现在的社会 有多么需要正面能量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负面很正常 可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困难 然后还可以这么跳跃我觉得非常棒 谢谢 真的 我们俩要随便要留眼泪了 好啦 其实这一次专辑就是刚刚我们提到 有跟四个好朋友合作歌曲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音乐人 没有跟你合作对吧 对啊 来介绍一下 对啊 来介绍一下 像现在就是背景放的这首歌叫做荒唐 是 那这首歌是跟一个香港的乐团 叫做化眉路来做的 对 那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很有趣 就是说 因为他们是一个演奏团 所以他们先把他们的编曲做好了之后 寄给我 我再写词曲上去 哦 对 所以你们是分开 随两币进行是不是 对 通常都是词曲有的 然后再有编曲嘛 但这次比较特别 先有编曲之后 然后我再把词曲谱上去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两方一起做修改 所以你是都用email吗 没错 我们到现在还没见过面咯 我们是网友的 天啊 我觉得文青的诗件好容易亮 哈哈哈 大家都在网络上都知道 真的耶 然后等到整首歌弄出来之后 嗯 然后再见面 哈哈哈 可是还没见面咯 其实7月7月有一个Wake Up音乐节 是 我会见到面 哇塞 对 到时候可能会在 我在那个音乐节的演出的时候 他们会来跟我们一起合作这样 哦 哇 那这样你们要相认耶 对啊 要相认 好紧张哦 好 就有歌叫方好 到时候那个专辑里面大家也可以听得到 那 嗯 因为刚刚在一次底下 就是有跟Pia聊 就是在讲说 嗯 因为昨天你在脸书上 po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嗯 然后就是在讲一些 比较现实层面 比如说 专辑的预算问题 嗯 不过我想要问你的就是 比如说当你真的觉得自己 心里很不好受 或是遇到脾气的时候 你都有什么方式让自己解讨 好像没什么方式耶 我就是 喝一杯啤酒 哈哈哈 可能会不止一杯 哈哈哈 哈哈哈 他都会跟我说他酒量很好 而且他都不会喝啤酒啦 他都喝威士忌 哈哈哈 没有啦 因为我就是一个 怎么说 我是很容易回血的人 比方说我最近遇到挫折了 嗯 但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沮丧 但是我会一口气 沮丧到皮之后 就马上爬起来 对 哦 我觉得这样个性很好耶 比方说我可能专辑碰壁了 嗯 那我就会跑去想一下 那我周边要干嘛 对 然后又碰壁了 然后再想一下活动要干嘛 然后最后再绕回来转一层 就有新的灵感 诶 这样不错齁 诶 这样不错齁 我觉得这个 也可以提供给大家 对啊 就是瓶颈其实也是转 就是危机就是转机 没错 我就是要换一个角度 去看看别的东西 然后再回来想这样 OK 原来是这样 可是这个必须 也真的就是要像我刚刚提到 跳跃的灵魂的人 才会遇到的事情 真的 真的 好 然后呢 呃 今天因为有带吉他 我相信大家刚刚听Live的那个FU 应该跟我一样 就是很喜欢这种Live的感觉 是 再凹你唱一首好不好 好啊 来 那你要唱哪一首 我太喜欢唱了 我要唱青春的尾巴 那不如这样吧 从现在开始我都不讲话了 你让他一起唱吧 哈哈哈 太开心了 好 来唱青春的尾巴 耶 追逐远方的那时 你问自己这算不算是 理想的生活 也习惯逐渐失去自由 相对年少的那时 现在你该更加懂得 放下是冰冷的经过 至少还有以后 先走到最远的地方 被阳光晒上 冬风吹乱头发 遇见最重的信仰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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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青春的尾巴 孤单的岁月说它 无言一对 为何寂寞 曾伴着我 只是想写下一首歌 能量你懂得 这世上 这世界所有的美丽 都是遗憾 追逐远方的那时 因为自己这算不算是 一向的生活 一心关注尽失去自由 好想 青春的尾巴 好好听喔 真的不想出来讲话了 而且因为这首歌 歌词的部分有点小爱上 对 而且这首歌 因为我没有前提到 然后我今天是第一次听 也是会收在新传记里面 没错 哇 这样子我愿意相信妈妈说的话 因为妈妈说她的儿子很好听 是不是 对 所以话这样肯定很期待 喜欢 希望这个 因为我们刚刚在说 等到春节正式发行之后 因为后面有活动嘛 然后希望可以再来一趟这样 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 毕竟我们每天的节目里面 其实要聊的话 真的很难聊很久这样 希望你可以再来一趟 再多多让大家听到一些 好听的歌 好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 你有一些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专辑首脉会的行程 或者是发行的资讯的话 要去哪里找 呃大家可以到脸书搜寻 PIA无贝亚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团 对 那我的贝是 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口天无 然后贝是上面一个草字头 下面一个贝数的贝 对 文雅的雅 嗯 因为我们俩刚刚在讨论贝跟陪 就是讨论了一下 对 其实很多人念陪 对 但是呢你打注音好像打不出来 对 就是花的贝 没错 对 因为我有念诗 太棒了 哈哈哈 希望他没有听到 哈哈哈 好 就是因为我觉得 就像刚刚讲的PIA哥 都可以给大家一些小确幸 然后其实我觉得你应该也是一个很喜欢 收到大家给你feedback 对不对 对啊 而且我也是觉得就是 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也会希望大家跟我分享他们的心情 嗯 所以说那大家可以去他的脸书 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什么歌 有什么感觉 嗯 可以让他知道 对不对 因为这样子也有助于你之后的创作 没错 而且我也会常常写一些就是 自己这首歌的心情在上面 对 感觉得出来应该是蛮会mermer的 哈哈哈 超爱mermer 哈哈哈 那像接下来这首歌 因为你刚刚说马上会有新的一支MV 跟大家见面 对不对 对没错 叫做我是比较幽默 也是跟一个人合作 对这个人叫杨大威 嗯 他是一个乐团青春大威的主唱 是而且他说这一支MV 是杨大威此生最帅的时刻 没错 哈哈哈 大家不能错过这一刻 所以预计什么时候会 5月16号的时候就会在粉丝团首播了 OK 哦粉丝团先首播 没错 好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然后看一下到底杨大威有多帅 然后看一下Pia有多正 耶 大家一定要来看哦 6月16号 OK 那呃 比如说这一次在新专辑的酬杯过程当中啊 呃你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最有趣的是哦 嗯 因为这一次真的是完全自己独立制作 然后又有很多的 等于就是自己扛起全部的事情嘛 嗯 其实一直到后来 呃进入比较严肃的制作期的时候 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制作人老师是小毛老师 轻松玩的吉他手 嗯嗯嗯嗯 对然后他帮我找了非常非常多很厉害的老师 一起加入这个作品 像是呃我是比较幽默这首歌的鼓就是 就是 蔡依林的鼓手 嗯 对 逗教师 然后还有贝斯手是天赴珍的贝斯手 哇 对 然后还有幻眼合唱款的鼓手 对 Alan老师 对 然后这张跟其他歌曲也有呃 就是非常有名的贝斯老师小六老师 也有加入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张就是 呃怎么说 呃三代同堂 哈哈 就是 不怕被他们听到吗 三代同堂 哈哈 不知道他们听不听电台 对就是 呃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 还是像小毛老师这个年纪 还是像小六老师他们那个年纪 大家都一起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了很多自己创作的东西 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张我非常骄傲的作品 重点就是在这里 真的耶 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些可能 不会被列在专辑的封面或什么 对 可是大家如果别去听的话 才可以发现各种美好 对不对 没错 好的那我们呢 就祝福Pia发片顺利 对 之后有空要再来哟 好的 好的我们赶快来听到这首Pia 我是比较幽默 拜拜 拜拜